把小母猫的对象藏起来 它会有啥反应 妹妹的对象到家也有一个多月了 他们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今天我想看看 把小猫藏起来 妹妹会有啥反应 你怎么还在吃啊 是不是有了这个新希望的优朗猫条 你对象都可以不要了 你都是个公猫 你在那叫谁老公 小猫 没想到憨憨成了最早几的猫 接下来它几乎找遍了家里每个角落 终于在卧室门口发现了遗藏 好了别鬼叫了 我把它放出来 等久了吧乖乖 来吃点零食 其实幼猫的猫条生产和监管更加严格 奶猫也能安心吃零食 刚吃完就另外上了 哈哈哈哈 终于知道我家公猫为啥这么娘了 众所周知 憨憨从小就没有一点阳刚之气 不管是从声音上 还是从紫偶标准上 还有你吗 今天带她去做体检 我终于知道了原因 那只有一个蛋了 啥 就是只有一个蛋 有个蛋出来 难过她平时这么娘啊 就一个蛋 我们家六串猫都测不出来两个蛋 最后我又咨询了一下 回去要注意些啥 就是让她多喝水 喝水比较少的话 你们要入主菜 其实喝水这个事我也一直很在意 我们这边水质本来就不行 后面特意换了云米的进水期 因为她有六级深度净率 我现在都是直接接水和非常的方便 而且她的RO滤芯可以用六年 比一般进水期的滤芯耐用多了 你以后就给我多喝水多运动啊 这时候你的蛋要是掉出来了 就不用做手术了 做绝育就行了 教你们一个小猫一秒生气的办法 我发型给你弄了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 是因为发型吗 上个视频好多人都在问 是不是这一胎幼稚生的大黄之影子 其实不是 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出来吧花花 来了来了 就是长的吧 要不你还是下去吧 好嘞